週三 中共最高檢察院以涉嫌社會罪逮捕沈德勇 中央紀監委今年3月通報 沈德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被調查 沈德勇9月被雙開 通報稱 他涉嫌社會罪 踐踏法律秩序 公器私用 縱容默許親屬、秘屬 利用其職務影響力充當司法前科 非法收受巨額財務等 沈德勇曾擔任上海市委常委、市紀委書記 中共最高法院副院長、黨組副書記、常務副院長 審判委員會委員、二級大法官、一級大法官 全國政協、社會和法治委員會主任等 公監法被稱為是中共迫害人權的刀把子 沈德勇長期擔任最高法院要職、難拖責任 另據明慧網報導 沈德勇在最高法院任職期間 對河北寧靜縣法輪功選李至勤 被寧靜國保暴力致死 親屬申請國賠遭駁回負有責任 沈德勇任職的最高法院 被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列為責任單位進行追查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梅、榮譽綜合報導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宗監法輪功選李宗監法輪功選 李宗監法輪功選李宗監法輪功選